大家好,欢迎回到微信公众号JS全站开发实战的课堂 那么今天这期课堂我们开始介绍微信公众号内信网页开发 就内信网页开发的一些基本流程 那么首先呢会跟大家介绍这个 内信网页跟我们的自由的服务器 以及跟微信的服务器之间的交互的过程 然后是来实现一下这样一个交互的过程 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说 像我们在第一堂课里面粗略介绍过的 就是我们开发一个内信网页 那么这个内信网页里面的内容 跟我们的网站以及微信服务器之间是如何交互的呢 那么这里面有几个步骤 那么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自由的网站 就是按照这个微信开放平台的要求 我们的网页如果需要调微信的API 是需要有这个JS API Ticket 以及一些签名的参数 就是需要因为需要引入键 这个微信的JS SDK 那么里面需要签名的参数 那么这个签名的参数的计算呢 需要这个一个JS API的Ticket 然后那么JS API Ticket的获取呢 需要Access Token 那么Access Token的获取呢 需要直接根据我们的这个FID Secret 去调这个微信服务器的对应的接口 那么整个过程最后你把它倒过来的话 就是我们先需要获取就是从微信服务器获取Access Token 然后根据Access Token获取JS API Ticket 然后呢根据这一些参数 以及我们这个一些其他的固定的参数 来生成一个签名 就是签名的参数 然后这个签名的参数呢 我们会放到这个页面里面 然后放到页面里面 然后用户加载到浏览器里面 就可以JS SDK 跟就是通过这个跟微信交互的时候 它就会带上这些参数 那么这样的过程才是这个这样的过程才能保证你的这个调用 API调用是有权限并且能够成功的 好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内签网页跟这个我们的网站 以及微信服务器的这个交互的流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对这个过程就是获取XS Token 然后获取Ticket 然后并且把它放在本地 以及生成这个CM Package的这个过程呢 做一些简单的实现 那么我们会有两个起点 第一个是为了方便后续的代码管理 就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代码都放到这个GitHub上面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在本地生成一个Git的仓库 就在我们的ECS运主机上生成一个Git的仓库 然后就是按照它的交互过程去开发对必要的代码 那么首先我们把代码通完到GitHub上面 我们先在本地先点上去 然后cd.js.vchat 然后git.init 好 然后git.status 然后我们要把nodemodule ignore掉 把我们的代码都提交上去 然后我们get.status看一下我们这个当前目录呢是正常的 接下来我们需要去gitlab上 把github上创建一个仓库 那我们直接newrepo 然后这个仓库的名称呢 就是jsfullstack redirect 那么 微信公共号 github上开发时代 那么充电一个空的仓库 好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 本机的代码同步的给他上来 getremoteaddorigin 那么其实有这样一个操 getremoteaddorigin nowgetpushoriginmaster 因为缺少认证的问题 那么直接用hcp as的方式 getremote remoteaddorigin remoteaddorigin 我们通过账号密码方式 把代码通不上去 好 那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这个仓库 我们能看到这个最新的代码 好 那么这个是第一步 就是我们把代码同步跟label 那么后面我们每一节课对这个 代码做的更改呢 都会提交的提交到这个仓库里面 那么到最后呢 整个仓库的代码 就是整个课程的完整的项目代码 也会在这个里面 那么这个希望大家后续注意 好 那么 嗯 现在我们这个代码管理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 来看一下这个 微信的这个web开发者文档里面的这个 网页授权 就是微信网页开发里面下面的一些文档 那么这里面重点是要看的呢 是这个微信的gssdk的说明 那么这个gssdk 使用的部队呢 这里面说了好几个网页域名 那么这个我们在前几节课的时候 前几节课的时候 特别是在这个测试账号里面 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这次开发主要也是针对测试账号 那么 这个文档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参考点是 啊 这个gssdk使用权限签名算法 啊 这个里面会介绍啊 如何去获取 gssapi ticket 如何获取 access token 然后呢 签名的生成算法 那么跟这个请求交易算法非常非常类似 那么还有一个 最重要的点是它的这个demo页面和实例代码 那么这个这个里面一些实例代码就是说如何生成 呃 生成的参数 那么我们把这个代码 下下下来 下下来 下到本地 然后呢 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过程的实现的思路 好 它已经解压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解压的 解压过的目录了把它拖到item里面 item不支持 好那我们直接把它添加进来 copen download下面 把sample目录添加进来 那么它的node的实现呢 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么这个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就是没有整个交互的过程 那么相相对而言的这个 嗯 微信办法提供提供的这个这个sample代码 这个php的实现是比较完整的 那么这里面它写了一个 gssdk这样一个类 那么它这里面 然后是这个是sample.php 那么这个是一个入口文件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入口文件呢 其实就是说你在生成了一个类 然后呢 获取你的这个sample package 然后呢 就直接是页面 然后在页面里面 引入了这个sample package里面的一些参数 好 那么 嗯 另外一个很关键的点 就是说你在页面的 body里面引入了这个 微信的gssdk 那么这个sample package 就是这个gssdk在获取sample package 就是到底干了什么事情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它是获取 就这里先是去获取gssdk sdk 然后呢 获取gssdk sdkdk dkd的时候 它是先读本地缓存 然后呢 去获取这个xsdk 那xsdk的机制呢 跟sample package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那么它的过程跟我们刚才 在这个交互流程里面描述的比较类似 就是先获取 实际上还原过来是先获取xsdk 然后根据xsdk 就是把那个交互过程 我们啊 需要创建一个这个目录 那么就创建一个目录叫做libs 好 然后呢 我们touchlibsgssdk.js 那么呢 然后我们编辑一下这个文件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声明一个 构造函数 然后它接收两个参数 然后呢 然后呢 gssdk给它的原型prototype等约 它添加几个方法 那么接下来 在这几个方法呢 我们可以完全的参照这个 啊 php来实现 那么 一个是 get send package 那么这里面我们需要传一个参数 叫做url 那么这个不同于php 那么 哇 gssapi tip it tip it 等于this 就是 api tip it 是 然后呢 tip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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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tip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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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e tip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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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写 我们直接把凯数名复制过来 這個來蓋一下 好,蓋的GIS 然後呢 這個來蓋一定要寫對,不然有語法錯 Now get access token 然後呢,create non-screen 這個是它的幾個基礎的方法 那麼,接下來還有幾個 叫get php fail 那麼這個是文件都寫的東西 那麼這個我們接下來 嗯,就是做一下單獨的實現 那我們先把這個get same package的邏輯寫完 那麼get same package的邏輯呢 就在這裡 那麼這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它這有一個 哇 Stream 那麼在GIS裡面 就是我們可以使用es6的語法 這個是模板自負串 times-damp times-damp 等於times-damp UIL等於UIL 確保我們這個參數都寫的對 確保我們這個參數都寫的對 好 好 那這個v呢 其實我們可以改的const 好 那麼這裡呢 我們會需要使用這個加密的 那麼我們的root index 把那個邏輯直接copy過來 那我們需要把crypto加帶進來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那這裡呢 我們要生成sha1 還需要做一點工作 那我們就把這個 我們可以直接把這個string放在這裡面 好 然後呢 我們是直接可以返回了 那 那麼這可以用es6的簡協 這個上是陀峰式的 那還不能選擇 好 然後是times-damp times-damp 然後UIL 我們寫成完整的格式 signature signature 然後呢 這邊呢我們還是需要放點 nonstring rawstring 好 那麼把握string 那麼把握string 吃了肥肉 嗯 好 好 那麼這個get-signpackage的邏輯呢 就基本上實現到這裡 那麼接下來 我們需要單獨實現這個 get-js-api-ticket 和get-access-token 以及create-non-string 那麼create-non-string的話 我們直接把psp裡面的算法 寄件過來 那麼get-js-api-ticket 和get-access-token的 啊 過程很相似 我們都是會發起一個 就是會檢查本地 還存裡面 有沒有這個 對應的 對應的內容 如果沒有 那麼直接 去獲取 然後把它寫到還存裡面 如果有的話 就直接讀還存 那麼這裡面我們會用 需要用到兩個包 那我們先退出一下這個文件 再安裝一下這兩個包 npm install 啊 request 然後-seal 會用到這個包 好 就把我安裝完成了 好 那麼交互流程的實現呢 這幾課就在這裡 那麼下幾課 我們會繼續完 完成這個交互流程的設計 並且實現一個簡單的網頁 那麼這幾課的內容呢 就在這裡 下幾課再見